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又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姚红莲你好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说起 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 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 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实现巡视全覆盖 中央巡视组则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巡视机构 有三个词可以清晰让人看出它的作用 千里眼 顺风耳 侦察兵 那么巡视组是如何构成的呢 在组织结构上 中央巡视组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 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中共中央负责 每一轮要巡视谁 巡视什么内容 均有其商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名单报中央决议 在人员组成上 巡视组成员来源比较多元 来自中央和地方的都有 但大多数是比较熟悉纪检监察 干部管理工作的 一般来说 中央巡视组设组长 副组长 巡视专员和其他职位 巡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 组长多是由省部级领导出任 中央建立了巡视组组长库 由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每次巡视任务提出组长人选 不仅是一次一授权 还会想方设法 避免让人找到规律 巡视对象主要包括省 区 市 中央国家机关 中管企事业单位等 怎么查 一般来说 中央巡视组到达地方后 第一件事就是打招呼 与当地主要干部召开见面会 第二件事是接地气 公布巡视监督范围 时间安排 联系方式 方便干部群众与巡视组取得联系 提供线索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中央巡视组可以用13种方式开展工作 包括听取专题汇报 个别谈话 受理来信来访 召开座谈会 论件调查 列席会议 向有关知情人询问情况等 为的就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 对巡视工作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 中央巡视组会及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告 等到巡视结束还要写巡视报告 并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提出改进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巡视组不查办案件 其职责任务就是看见听见 即发现问题反映问题 这一规定也体现了对监督权的制约 党的19大首次将巡视全覆盖要求写入党章 可以预见全面从严制党永远在路上 未来巡视利剑也将不断被擦亮